5月2号劳动节补加日,金融市税务大楼出现不少民众前来办理报税事宜 由于全国确诊人数连续数日破万 国税局金融市分局方面加强防疫作为,特别设置户外等候区 采轿号进场控制室内人数,并用宣导隔板维持民众间的距离及勤家消毒差事 受到疫情影响,今年基本生活费提高到19万2000元,多增加1万元 报税期限也连续三年延长到6月底,希望能有效减少民众负担 我们今年所得税的报税期间,财政部在4月27号,因为疫情持续升温 所以就是决定延长申报期到6月30号 那我们之前既发的那个税额试算缴款书或者我们提供的书表 那期限会自动延到6月30号,请民众不要担心 那今年的手机,今年的那个,呃,我们在试算的时候 最低生活基本费从18万2000提高到19万2000 是历年来提高幅度最高增加1万块 那今年还有其他跟不一样的申报的状态之下 除了税额试算通知书 如果民众收到我们的税额试算通知书的话 如果没有任何问题就直接回复就可以了 如果是有现金缴纳部分 就直接零贵或者是到超商去缴纳 这样就完成申报 另外为了避免民众群聚报税降低感染风险 裁员部也推动在家报税6招 同时简化手机报税界面 及推出国税小帮手的24小时智能客服等 希望透过多项智能服务措施 鼓励民众多多利用网络报税 除了在家防疫报税6招之外 那我们今年手机报税部分也提升了他的服务的一个效能 那我们可以新增就是抚养亲属的基本资料 那如果新增完毕之后 经过确认身份之后 他就可以把他的所得的资料直接带入 所以今年是可以进行编修的一个功能 那加上就是缴税部分也新增了电子账户 跟电子支付的方式部分 那其实也希望民众只要报税期间 有健保卡有手机 你就可以完成在家完成申报 对于必须零贵缴税的民众 财政部方面同时强化线上预约服务 原本只能预约当天 今年起提升到可预约三天后 希望有效降低民众逗留时间 预约之日三日之内 然后分成一整天有分成四个时段 那民众可以自己选择 自己哪一个时段来部分是最方便的 国税局金融市分局方面表示 民众如果在六月底前完成缴税 将可列为优先退税对象 可在今年7月29号前收到退税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